老款的奔车S1现在赔爆炸的家人们去年收了一台奔车S320到现在没卖出去呢 就这台车偷偷得得让我赔十多万块钱 现在新款新车价格也跌冒烟了 S135新车落地88左右 R3的二手车二年准新的周二手车价也就80出头 你如果整个23年上牌的话现在也就是差个10万块钱90出头了 但是凶了嘛 这还没掉到底 我猜下个月中旬六月份的时候奔车还会发力的 S1库存现在也是非必安的了 而且中期改款的S1即将在下半年发布 如果你现在全款买的情况下 我建议宝贝们下个月严谨就二手奔车S1几吧 在车厂手里买的价格基本上80左右22年 23年的S400毫方公里数几千公里的这种90万冒头 大概上下差的不多 你如果说超太多干的话有点疲惫了 但只限于全款干的 宝贝们严谨就二手还行 你但凡你要按揭 你记住我一句话 奔车下个月开始有可能给你推奔车金融了 不同于现在市场行 利率指定是底 你按揭刚刚二手车利息给你干蹦起来宝贝们 永远记住 二手车同牌200高配啊宝贝们 老款W2能不能干 干个屁啊 那老款能有牌面吗 开上新款的W23 竟直且虚伪的一天又开始了 想买车预算不够 可以点击左下角打开董车地二手车板块 里面有好驾中心 点击新一车型 就能看到各种降价车员和购车补贴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